大家好,今天去放鱼笼 今天放两个 还是老爷,放一点饵料进去 现在已经到了 把这两个鱼笼放在鱼塘里面 现在回家了,鱼笼一找过来看一下 鱼笼已经看到鱼了 好多好像 这么多 还有龙虾在里面 大家看一下 有15斤 一只龙虾,两只龙虾,三只龙虾,四只龙虾 这龙虾还把小鱼夹住了 这有四只龙虾,这龙虾就放下去 让它慢慢的繁殖 这鲫鱼都快半斤了 都是鲫鱼 都是鲫鱼 我就搞不明白这个鱼塘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 这种毛毛鱼 还有一只龙虾 还有一只龙虾放下去 这还有几条泥鱼啊 泥鱼好大 这么大 大家看一下这泥鱼 这么大 大泥鱼 慢慢铲子 前面还有一个鱼 比较期待 这里面毛毛鱼好多 毛毛鱼应该都是这个小沟里面 留下来的 哎呀,不得了 这条毛毛鱼 要把毛毛鱼捕 太多了 全是毛毛鱼 这里面更多 这里面将近有 将近有6斤 哎呀,捕到了一条好大的黄虾 你看 这条黄虾好大 还有龙虾 我挖你了 嗯 大家看一下 一条这么大的黄虾 可惜的就是死了 应该是憋死了 这有三两左右 这条黄虾 那我拿回家 给我老爸吃 我老爸特别喜欢吃这个大黄虾 像这种黄虾将近要四五十块钱一斤 这么大 放一遍 这个是草鱼啊 草鱼就放下去 鲫鱼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龙虾 这么大的龙虾 钳子上面还夹了一条鱼 这里还有一只龙虾 放下去 龙虾 这个是草鱼 鱼苗来着 鲫鱼 香鸡 龙虾 看来这里面龙虾挺多的 这又一只龙虾 香鸡 鲫鱼 这么大 看 这么大 这个泥鱼 这只泥鱼把它放下去 让它防殖 看来 剩下来的全是这种杂鱼啊 这种毛毛鱼长不大的 好多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杂鱼 好 这些杂鱼我要带回家吃啊 这不能放在鱼汤里面 这个杂鱼在鱼汤里面太多了 会影响鱼苗的成长 要把它全部补掉 这又掏到了一只 一条好大的泥鱼 放下去 这条黄虾也带回家 给我老爸